这礼拜的上课是讲到那个三比函数 所以三比函其实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综合练习题里面 有一题就是综合练习题第二题 那他这边有几个需求 比如说第一个 因为这个逻辑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是总表 哪些老师有参加 那参加时数是多少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他本来只有一个入门班 然后变成一个进阶班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就头尾那两个老师没参加 那进阶班时数都是两个小时 那我想要知道哪些老师参加 然后参加时数帮我加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题目 那练习档呢在旁边 这个教师研习统计表这一题 好你就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是总表 所有老师有20个 有参加的14个 所以其实有6个老师没参加 好第一次 那第二次的话就是把这个入门变成 把它拖拉 我习惯是拖拉按卡键键 那把这边改成去的3 第三个 那第三个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这边的头尾两个老师 没有参加 所以把它删除掉 那另外的话呢 头尾这两个把它删除掉 再按编号把它重新编一下 编号当然我们自己输入1就可以了 像一下填满按卡键键就可以 他就会帮我重新编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全部都改成两个小时 那并且呢把那个入门的 这个时候就不用按卡键键 那把入门变成进阶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第二次参加的 进阶班的 两个小时 那也就是说呢 本来有14个老师 那再来就变12个老师 就有8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次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希望能够快速的把什么 把这个老师有没有参加的讯息 两个班都帮我加到前面的话 怎么做 以往当然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变成怎么样 你要用目测的 有没有眼睛看 切过来有没有王庆路老师 没有 有没有 也没有 那当然你又输入0 不过当然这个方法 是非常的不ok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这门课 就是你不要用以前你那种 就是土法链钢 你要用对的方法 当然你这一方 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 要不就用函数 要不就用VBA 不知道VBA 当然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跨工作表 那如果说你用Sumif的话 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问题 特别是你要对Sumif这个函数 要有一定了解 因为Sumif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你给他三个东西 他就会给你结果了 那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该怎么做 一样插入函数 使用什么呢 使用那个数学函数里面 一样拉到底下 这边有个Sumif 这个Sumif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跟我要三个讯息 第一个Range跟Critical 这两个是一组的 也就是说哪一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出现哪一个人 那特别之后 Range一定是某个范围 有没有出现哪一个 Critical是条件 范围里面有没有这个 所以第一个呢 当然我们要找是王庆路 所以基本上Critical一定是找他 那第二个是什么 Range你要去哪边找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找入门班 入门班有没有他 所以你特别之后Range 请你切到序值2 那你点序值2之后呢 他会用一个工作表名称 加金探号表 是在另外工作表 那请你帮我在哪个范围呢 这个范围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王庆路 这个老师 好啊当然 如果有的话呢 请你帮我把时数加强 可是时数要怎么加呢 特别之后 时数呢 我们当然是要加的 并不是目前这个宗标 而是要切到 序值2里面的什么呢 编习时数 有没有 特别之后 这概念要很清楚 如果你概念清楚的话 其实很快就做出来了 像还有相关的 count if 类似的概念 所以特别之后 上面两个是一组的 Range跟快乐 在哪个范围里面 找哪个条件 哪个 像这里是名字 OK 那所以呢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还有一个技巧 点中间他会切回来 点这边去切过来 为什么因为前面这边 如果工作宝名称 他会自动帮你切过来 那点这边 因为前面没有工作宝名称 他会帮你切回去 OK 这一个小技巧 另外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 把这个地方 B3 到B16 选取之后按F4 主要是向下填满 这个范围不能变更 但其实理论上 如果你只是向下填满 其实严格讲起来 只要锁列就好了 不需要锁篮 所以我的习惯一定按两下 B前面不用加钱 因为我们没有要向右 OK 这个概念 我是觉得比较精确一点 应该是只要锁列就好了 这边也是一样 F4 F4按两下 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所以他逻辑有点像 这个东西帮我在上面找 找到有就加 如果没有 那返还就是多少 就零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 所以你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点两下 他就帮你把入门搬的都加完了 OK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还有进阶搬 所以怎么办 当然 目前想到的应该怎么样 其实你这边没有办法再加范围 也没办法帮你累加 所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在后面怎么样 再加什么呢 进阶搬的这个三米符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重做一遍 好像有点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段三米符的成 这一段的公式 Copy一下 贴到后面来改就好了 特别重要 那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工作表名称 2变3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把它改成3就可以了 然后呢 范围因为少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16变14 那一样去找的是B2 一样是找这老师 那这边一样 把它改成什么 去的3 这边把它改成这个 14 OK 好 这样的话 进阶班就改完了 有没有 把它加起来 就是入门班加进阶班 OK 不过它有个缺点 还好只有两个班 对不对 如果说你有10个20个 那真的是就一直串的 所以如果我说简单的工作表还可以处理 但是如果你复杂的话 恐怕你就要思考用VBA了 因为VBA它可以跨很多工作表 反正你几个它就一直回圈 从第二个到最后一个 管它有几个 就是每一个都帮我怎么样 累加一下 当然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直接打工 它就把进阶班的也加进来 然后你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它就全部帮你累加进来 OK 但是后面我还提到 题目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你这个资料公布之前 请记得要把这个范围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如果你公布在往方或任何地方好了 那可能如果它自己乱动的话 可能会有争议 那所以最后呢 再多做一个部分 如果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许者依这个总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我希望呢 它依上面的公式不要显示 有没有你们常遇到嘛 那公式 请问它做出来 可是你呢 就看不到上面有公式 可是它确实其实是会walk的 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如何保护你的公式 不被看到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希望这边不能修改 那要怎么做 所以会有保护两个 一个是保护公式 一个是保护资料 那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请特别注意 一 你要先把它这个工作表全选 全选就左上角这个标签 按右键 先找到除此的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呢 记得把它设定保护 不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理论上预设 是所有的范围都锁定 锁定的话就是都保护 那隐藏的话呢 所有的范围都会 怎么样 设定那个公式隐藏 可是我们的需求是 这个范围全部都不要 只有什么呢 所以我先把这个保护全选 全部都不要 按确定之后 只有我要设定这个范围 要的话 就是做两次 第二次是再把你要的部分呢 再设定什么 锁定跟隐藏 你应该特别知道 当然预设是全部啦 如果你全部打过片 全部都保护了 可是我们的需求 假设只有那个范围而已的话 请记得哦 你第一次要先把全部取消 再把那个范围做锁定 锁定的话就是会保护资料 隐藏就隐藏公司 这简单讲 按确定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呢 它不会马上保护 除非呢 那你到什么呢 教育里面找到什么呢 保护工作表 特别最后建议是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密码的话 假设你按确定啊 目前它一上面的什么呢 公式不见了 二如果你要篡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零个小时改成五个小时 他马上会说 那个您尝试的什么 那他会告诉你说 请取消 保护该工作表 您可能需要输入密码 因为我刚刚没输入密码 所以有人就找 从这边切到教育 取消工作表 你会马上就取消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怎么样 加密码 比如说我加1234好了 1234再一次 好这样子 打错了 不一样 记得你的密码也一定要记起来 因为你忘记的话 你也不要问我 因为我也不会知道 有同学问我说 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我不是教你当骇客 不过真的有破解的方式 只是那个不是正规的 就像说我们是从门打开 你上锁了 你不能说叫我 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我开锁 开锁 那就是另外的方法 不是在课程 但如果说 好这个时候 我们取消保护 你会发现密码就出来 所以如果他不知道密码 他这个部分就没办法 把它解开了 那也就是这个地方 公式就保护了 那修改呢 也不行 好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除非说你一定要知道密码 这个时候才出现 所以特别说 请各位 我再把刚刚的重点回顾 1 把序质2复制成序质3 删掉头为两个老师 重新编号 改进阶 所以会有2跟3 切到1之后的话 累加这个2 所以我会先做什么 这个 再把这个复制到这边 其实里面关键就是 range跟criter一组 是跨工作表的 这个部分 然后呢 记得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全选 做什么呢 储存格 先取消一下 这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要把全部的 刚刚已经取消了 要把这个全部按右键 记得 这个范围全部都不要打勾 只有这个范围 两个打勾才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这一题主要是 利用那个sumif 做什么呢 做那个跨工作表 的条件加种 OK 那sumif当然就是 有条件式的加种 那我想概念特别注意 就是因为它有三个引述 这个概念 如果你清楚的话 以后即便它怎么改变 我想你应该马上可以做 这个函数我觉得蛮重要的 用它的几率太高了 如果你会的话 很快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解除掉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设定保护 跟隐藏公司的话 当然这保护跟隐藏公司 你可以分开来 以后如果是你只是要保护公司的话 那你就是隐藏打勾 不要锁定 如果你只是要保护资料 但是不隐藏公司 你就隐藏不打勾 这个不需要两个一定要 我只是说因为这个部分 假设我们刚好需要两个 都一起保护的话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保护特别需要 这个也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的公司 你的资料 没有设定保护的话 其实问题就会衍生出来 太多太多太多了 其实很多地方会发生问题 都是因为人为的关系 它就会乱动你的资料 乱篡改你的资料 然后最后跟你讲说 这边有问题 那边有问题 那你永远改不完 所以怎么办 一劳永远的方法 请你尽量可能的 把使用者不能动的地方 全部保护起来 这样就不会有争议了 除非他要知道你的密码 才有办法 OK所以特别只有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希望说 会有衍生性的问题的话 我是强烈建议 尽量只要你资料给人家 或者以后你资料给VBA 写好之后 你要给人家 我是强烈建议 你就干脆把它保护起来 这样子的话 真的就一劳永远了 不然的话真的常常就是 到底这个地方是我造成的 还是你造成的 搞不清楚 然后就在那边 就会很麻烦 所以倒不如先把资料保护起来 OK这样的话 我觉得比较可以避免掉一些麻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主要是用SAMIF SAMIF跟设定保护部分